郭富城、周卓華等等 今天來到澳門出席第三屆澳門國際影展發布會 郭富城一直以來都很給機會新進導演 但原來他自己都有個導演夢 其實幾年前我都有一次去洗臉 去廁所的時候 然後就洗洗臉 突然閃過一些畫面 然後就開始發展劇本 正正其中有一幕戲就是去澳門 去澳門做什麼呢 有一場戲就是澳門的一個紋身店 還有澳門有一座飛車 不過接下來要開100場巡迴演唱會 就沒有時間拍戲了 其實這段時間真的很忙 其實我也很想家 很掛著家 所以我回到家 不過現在好一點的 因為有視像 電話很快很簡單 透過電話連歌 對著女兒 對著女兒 他看到你會不會 動心動心 有我基因 有我基因 開心地看著一個小朋友在那裡成長 是一個做父親的一個很大的 我覺得是一個恩詞來的 變成了令我在工作上有更大的動力 這個是事實來的 在我以前沒有家庭的時候是相當好處的 你真的知道如果為人父親的時候 為人家長的時候那種心態 我覺得對我人生的演戲階段 或者人生的階段裡面都是不斷學習的 變成了我在將來 我想做導演可能有多一個體面 有多一個層面 有一個體會 是成長的體會 是放在電影裡面 或者是放在每個作品裡面 都是很大的得益